张艺兴一个正直努力 向上的优势偶像 就在昨天东方风云大 连拿三个重量级大奖 包括最佳男歌手 最佳专辑 最佳制作人 为小绵羊打破十至名归哦 最有意思的当属小绵羊 在致辞缓解 小绵羊的耿直发言 绝对是一大亮点哦 小绵羊上台之初 一连发出哇哇感叹词 足以看出小绵羊内心 那是相当激动的 在感谢了粉丝制作单位等等后 直呼自己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还很谦虚的说道 不知如何跟大家介绍 这张专辑 不知大家是否喜欢 此刻粉丝炸了 张艺兴把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 感谢了一遍后 问主持人 我等会还能上台吗 看来这是意犹未尽啊 哈哈 主持人说最后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等直播把所有人又感谢了一遍 这可能是颁奖典礼上 或讲人说了两遍致词 而且内容还一致 手动点赞哦 后来张艺兴抱着花布撒手 工作人员说 把花放下吧 张艺兴直言 这是粉丝送的 言外之意就是不能放 好坏哦 这么可爱的张艺兴为其插手 不得不带吧 以上图片均来源往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